歡迎大家回到今節的動漫戰隊 我們繼續講這個2023年7月的翻組回顧 也要提到一句,翻組數目更多 我們不可能看完也不可能講完今季的翻組 我們都是講一些我們有看或者有興趣講的翻組 我們今節都有很多很有趣的作品 第一套就是Level 1 魔王與獨居廢勇者 這套我覺得我心目中算少許金貴黑馬 我會放在那個位置,因為這套很想不到這麼好看 這套比喻期中好看 打算搞一個gap說以前勇者打敗完魔王 然後一行人回去就人面全非 勇者變成了一個廢老 他不是真的很老,但他人的生活就是廢老式生活 然後魔王復活之後就說 不行,當日你是這麼英明神母 我原本就等你過來再跟我打過的 魔王轉了身就當成了女性 過去就聖轉了,差不多是同居生活去照顧他 有時候在那裡貼貼的東西 原本我以為是在那裡放閃,搞笑 但沒想不到原來很認真寫勇者 原本是一團人,原本是四個人 他們其中三個大男孩的故事 都很想不到寫得很好看 而且他中間鋪排主線的東西 其實你看到是步步進逼的 包括呂秘書 打算派他去潛入魔道廳 打算看一看東西 我想說,秘密搜索官的東西 是我今季笑的最厲害的三個魔紋是第三個 他就是日光日霸去潛入,雷秘書 日光日霸去潛入魔法省 日光日霸爬場 那些人在外面,日光日霸那算是辦公室 旁邊的人上班經過 那邊的人爬場,可能心想是不是抹牆那些 日光日霸爬上去天台開門 一開門就有個相班促起他在吃麵 我真的笑到瘋了 但其實那一集都是在鋪上一些正經的東西 因為他說共和國班友是沒有做過任何 可以讓帝國進入他的東西 也沒有做過傷贏的東西 也沒有死人 大家只是做一些正常的東西 你沒有可能真的可以宣告戰爭或什麼 因為他有個同伴被人調走 去開荒牛去開發另一個城鎮 但開發後,他們的國家就想好像 整盤東西拿回來 那一把不肯就變成了共和國的一個自治 然後就一直在擦槍走火 但一直在中間 其實是在邊境位置 你打他兩夜,他打他兩夜 中間不要有死人 一直在這樣,大家拆球 就好像一件事僵在這裡 不要搞什麼事 但是他也發生了這個魔導廳爆炸 就令到兩國人民開始有一個衝突的理由 其實去到最後幾集的認真東西很好看 但同時我也想稱讚魔王 無論當作是一個新婚夫婦 或者是一個媽媽的角色 他照顧Max是無微盡致的 今季是最婆娘之一 無論是跟他描述成為魔族的福利 又有幫他相提 又有福利金,又有定身 四天工作,一天最多工作五個小時 沒有OT 你是不是聽到都想進去 我見過看到那人說 我想問那張方法在哪裡 我想過去申請做魔族 那個人說 我也想做 新高良准,福利多 假期多 對啦 你真是怎樣不做魔族 那個搞笑 但是Max回答他不想做那件事 又是認真 他真的說我不想沒有了人 即是沒有了人的那件事 其實又捨得好的 還有去到之後 即是說 到了他兩個兄弟 真的因為這件事被人迫上梁山 兩個都要打了 那時候Max原本是不想理 是因為我理會了又怎樣 我理會了又是跟我兄弟打 即是我要打死那兩個兄弟 變得好像十年前那樣又是被人利用 還是我要去做什麼 我做什麼都幫不了這件事 還有 有一件事寫得好是 中間維持著 兩邊都想拔他入局 但是 可能在魔王的時候問 為什麼你不進去那邊呢 即是那邊進去就可以 不用好像 垂了 但是 勇者兩轉都是小聲說了一句 那你又要我跟另外一個兄弟打 他兩次都說這句 那刻實在是很棒 他完全就是看著兩個兄弟 反了目了 兩個打到瘋了 我不是一個扮演到瘋瘋了 我走去 加入了士雅一邊 即是我要做下另一個兄弟 他就是 這樣的東西 卡在中間 卡在中間這件事 好鬼好看 我甚至乎看一看 覺得好像當年追近天與地 那樣 三國 是那個feel 兩個好像拔王德斌入局 兩個在那裏 他是那樣東西 但是他又寫得好鬼好看 你感覺這裏沒有家明 這裏沒有家明 他第四個人 純粹有些情況 其實是會關鍵事事的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第四個人 實話乎他真的說第四個人 即是女魔法師那些東西 那段劇情也很有趣的 還有你這樣說 我突然想起 有一點相似 但又不同 就好像Batman Return 你怎樣呢 你叫我出來 我打的又變政府走狗 還有 大哥 你後來看到勇者小隊的戰力是很瘋的 是瘋得好像整個國家那樣 你想一下 Max打羽毛球 可以打到亡亡 那樣 他打羽毛就亡亡 還有最後他怎樣解決這件事呢 他解決那一刻很棒 勇者 你真的一個人過去打了兩個兄弟 打暈了兩個兄弟 然後跪在那裏面對著鏡頭說 有沒有人可以想這件事解決這件事 不要等他們兩個打呢 即是我不想他們兩個死 到最後 反而就是他這天這麼真誠 因為其實最後某程度上 你又當像港產片的大事件 是變成了一個PR戰 其實是公關戰 最後 勇者這天就是沒有想那麼多事 我真的不想兩個兄弟死 你有沒有人可以幫我 想到巧巧是他們兩個都不用死 接著真的整個市民們 民眾們都被他們感動了 然後這件事慢慢結束 還有後面的權力鬥爭的東西 原來一早有人打算反抵 反了一個 叫做幕後黑手 那些東西一早就放在那裏 所以這件事完又完得很好看 所以這件事是黑馬來的 算是今季 我自己看的都在那裏 整個感覺很完整 很多的笑容都很棒 例如你剛才說 貴的那個位置 之後變成熱波 是呀 放了信用到Youtube熱波 做Youtuber 他那段變成在那個世界裏面的人 變成那個世界裏面的人 為何要演唱日拍的 那樣就變成Meme 還有我很想說 呂桂真是很搶氣 是呀 他們的同屋主是呂桂 是呀 是呀 因為 每次都嚇到魔法 每次都嚇到重江的嘛 重江每次跟他說完電話就嚇到混蛋的嘛 一定被他就怨的嘛 還有呢 你看回呢 因為我們看Youtube的嘛 Youtube 最後兩集的那個thumbnail 都是阿呂桂的 是呀 呂桂好在搶鏡 好笑呀 有群的主線又不是說 很多關係 但是你又不知為何覺得存在感很高 是 這套真是今季的驚喜作品 都很推薦大家去看 是呀 另一套都是我們很推薦的作品 就是不死少女的謀殺鬧劇 那這套東西是一開始其實都沒有想到這套東西是好看到這個程度的 嗯 我是沒有預期過的 那個感覺是幾有趣的那個是 一開始他說了他們要找那個幕後黑手的嘛 所以他們才踏上那個類程 那時候就說找那個幕後黑手有個M字在這裏 那到底是怎樣追查下去呢 那麼跟著看回劇情走向之後 知道了誰是M的話 大家都在這裏 哇你這樣玩呢 是個個都猜不到的 我自己覺得是 那很多東西都是 我覺得他的那個劇情編排是很有趣的 混合了很多東西 但是又混合得好 真的很難得 有些位置就始終 不會透太多 因為透了就沒有了看那個驚喜 但是他推理那方面 他也是玩跟很多魔怪的東西的關係 但是他的魔怪其實 雖然他們兩個是由日本出發 但是其實後來要解決那些魔怪的事件 都是跟一些西方的怪物 即是那些叫做神秘生物 或者 魔怪有關 那這裏可能大家就想起一點點 另外一套叫虛構推理 就是那時候我們都說 很過癮的一套 但是 兩套真的有多少東西不同 同一來 那邊是講日本 即日本的妖怪 這邊就是講西方的那些 還有那邊其實玩的東西 就叫邪道一點點 但是這邊其實呢 雖然玩那麼多魔怪的東西 但是他推理那程 其實 有多本格 或者多經典式的推理 還要推理過程 他其實也挺細密的 其實這個做得是 所以這套真的很過癮 聞氣和打氣都做得非常出色 他就是解完那個迷 或者迷就解到中間 解到某個位 那你那隻是怪物來的 那你要跟他解決這件事 那就開拖 那他開拖打都打得很急 這套作畫其實很厲害 做得的 還有你說推理呢 他是 專門把一些 非人類的東西 再慢慢推出去你覺得是好話題的 即是無論是吸血鬼篇 或者是這個人狼篇 他是用一個非人類的角度去出發 令到整件事你覺得很有趣 就是啊 如果是一個非人類的話 是應該這樣去想的 那你的感覺出來的答案 他倆司徒在那裡 即是無論是在那裡唱雙簧 或者是真的 夫婦萬彩 對呀 萬彩 在那裡講笑期間在那裡講一些推理的東西 你覺得為何一集都在看5分鐘的原因呢 就是 那些文氣的節奏是寫得很好 你不經不覺就體驗了他整個描述 和他給你的東西 我就是聽你這樣說 所以我特地沒有連載那麼追 和我等他結束一次題 很棒 特別是人狼篇 那裡 他怎樣去解那個 故事 他解那個東西的 虛擬 真是一環接一環 那件事很棒 最初看 幾條線都 有很多事情發生 有些 現在 有些可能 有些是N年前 那幾件事 這麼多東西 會不會很亂 最後全部東西都連回了 晴光很棒 很OK 我自己是最喜歡第7和第8集的追逐戰 真是 螳螂好善 王爵在後是完全表達了這兩集的東西 還有 你到最後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贏得到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是很好看的 如果你說雞蛋去挑骨頭 我會覺得這一套東西 可能是因為在YouTube看 畫面 它黑起來 就真是很黑 是是是 真是黑 我覺得應該是關YouTube那些 片 片源的問題 因為 應該不是我的設計 因為 我有些雜數是在手機看 有些在iPad看 有些在電視看 那幾邊出來 黑位都真是很黑 那種黑是什麼呢 那種黑是我們 我跟大王上次說 真拉打在隧道戰 那種黑 是是是是 但是我看一些 comment 之真還是假 就是說 如果是原本日本播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代理商 在轉片方面 再在YouTube上播 可能有少許不同 這件事情 不知道 因為應該不關尺度 因為最暴力的那些位 那些位是黑我明白的 但是有若干位 真的不是那些暴力位 他也是很黑 應該真的是轉片那些東西 除了這個 缺點之外 我想唯一可以挑選到 就是 在人狼篇 那邊有一個角色的舉動 是我一開始看是有些覺得奇怪 但是原來看回是說 有一篇動畫沒有做出來 所以你看到有少許古怪 但是這些是很細的 其實文氣是沒有特別的差 或者怎樣的 我其實雞蛋去挑關頭 就是挑逗這兩件事是不好的 例如師傅的夫婦漫長 因為師傅只有個頭 有時候 那師傅你怕不怕吐 不過不是 你也不用吃東西的 你現在不會吐 那些呢 師傅你沒事 如果沒了個身之外 其他都沒什麼 兩個經常 你隔我隔你 但是對白兩個夫婦漫長很棒 我發覺劇情很可憐 我發覺劇情 每次都是很糟糕 每次都是被人打到蟹蟹 每次都是遇到一些 不是蟹蟹的事 我才可以說不是蟹蟹 是不是蟹蟹的 要看你跟哪個對手打 還沒想到中間又有 若干的角色出來 星優陣原來都真的蠻厲害 他特別是藍的星優 都訂了若干 大家都很喜歡的星優 例如有宮野真守 宮野真守還要做個癲癲的 做個都是癲癲的 然後有三木真一郎 那些 星優陣其實都蠻棒的 打就打得好 所以 這套都很推薦 特別現在整個季出了 一次清就很棒 我覺得 很希望有續季 這套 對 希望有這個 你也想看他跟M那邊怎麼搞的 這套 這套差不多 下一套 不用等逐不逐季了 因為還沒完 半季 就是黑暗集會 黑暗Pokemon 靈異版Pokemon 或者咒術梅戰Pokemon版 我覺得是十分之好看的 我們一開始說已經說過氣氛很好 或者是 搞笑也有搞笑 例如Let's Go 自出動 我最喜歡香港 或者 中文版字幕 轉譯 去撞鬼了 字幕是一直這樣寫的 這個中譯真的做得很棒 那些氣氛 還有他真的 那些撞鬼 或者他怎麼修復的東西 他是寫得很好的 而去到 為什麼我們說黑暗Pokemon 我們一會兒都會說 但是 有幾個時刻 我覺得是今季MVP之一 包括我想 讚一讚提一提 他有一個時刻 是跟周星馳一樣 真的整盤是血蕩他沒事的 男主角一出去就撞鬼了 但是 他知道這隻是厲害的 我要當沒事 當看不到 直接走 即是用見智的招 然後他洗臉的時候 那一盤是要當無事王阿菲 真的厲害 但是 那隻怪又在 新隻手 捏去 然後捏去 露水 然後很恐怖 如果他不是 女主角弄那些公仔幫他做替身 頂一頂 他已經出事了 然後 這些位置做得到 似乎有若干位 我也最怕這套 大家都經常說暗黑Pokemon 我最擔心是他 全部東西 都沒有那個 慢慢寫過 好像都市傳說 或者恐怖故事 或者 靈異故事的過程 總之出現那樣東西 你就放一隻Pokemon 過去 打了他 空手到地球上最強武術的 有什麼 搞不定都物理超到他 我最怕是這樣的 但是他又不是 他最後可能都要想辦法打那隻怪 即是打那隻 就靈畏修復他 但是那個過程 他又真是有點像別人在做靈異故事 雖然他又不是堅持著做一些好 jump scare 不是那些 jump scare 到你 真的晚上醒一醒又未到那隻 但是他那些靈異那種怪異感覺 他是做到的 似乎是有一集 在隧道裏面 有個 靈體 他是真是像日本 那些隧道故事 那些什麼 車出回來又會有手印 最後他以為修復了那隻怪 但是男主角坐在車上 你瞧到車旁邊 他畫了另一個 有個女人坐在那邊 其實他有一隻腳在那裏 讓你看到 這些細胃他做得不錯 如果你說另一集 我記得很深刻就是 新生歡迎會 你一看就知道會撞邪 但是他由一開始說 怎樣上了車 不知道他在那裏 或者原來是一個 怨靈想吸引一些人一起 即是擊殺他 到真的怎樣修復他 即是你又去到修復Pokemon 你看到那個小孩爆人瓶 比較上是搞笑 但同時你覺得很驚艷 你真的好像替身試者 會吸引對方 是很難拿的 所以這套 他現在好像後半季 應該是暗黑Pokemon大會那些 類似是 而且暗黑Pokemon之餘 他打道館 應該是 他拿地圖出來 由關東打到關西 我笑了 他真的打到館 現在修復型的Pokemon可以用 但他就算是修復 你想想打H位置那裏 他自己用大增淨 他也要封印那一刻才行 差點拿東西 是啊 而且有些細胃而已 我們中間 捉了隧道那一隻 就經常想跟著男主角 男主角在家裏幫他補完閘嗎 一走 慢著 不要走 讓我查一查 然後拿了男主角的背包 一開 那隻公仔又在裏面 那一刻真的 你發覺 真的很厲害 然後 女主角 幸好我查一查 然後 捏著公仔鏡 走得 這些位置 做得很OK 他那時候做 靈探那種感覺 又做得到 他好在就真的 不是做得很害怕那一隻 你當有靈異東西在裏面的元素 他靈異東西就能用到 不是跟你一下 打了他 那時候 真的 什麼女世界遠足 你以為他玩什麼 都市傳說東西 怎知道 他連 八呎大人都是 都是射了他的 我看見有些人 我看見有些人 就說 這套東西做出來 不夠恐怖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 尺度 設得不錯 因為 我都 他的 不是去到 很Hardcore 那種 因為 他真的不是做到 完全恐怖片 因為我看都覺得 你可以再恐怖一點 那一隻 我也這麼想 但是 可能那個位置 趕了一班人走 很有機會已經 他就拿到 因為你本身的題材 都已經是 很偏滿那種 是 比較偏一點 但是 如果 給大眾看的話 可能會 本身都不是很吸引 如果你再搞到 那麼Hardcore的話 真的很小眾 他好想 就是 他不下jumpscare 如果他下jumpscare 應該 恐怖度高很多 但是應該會 又走近班 有時氣氛營造 他又做到 即是 好像 搭升 有一幕搭升 走 有個願靈跟著他們 他搭升 就是那個升 看到外面那一隻 然後 這一層樓 關門那一刻 那一隻 站在那裏 搭到下一層樓 他又站在那裏 再落到底下那一層 沒有 出升 然後被他拔腳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恐怖 不是 但是氣氛很OK 好做到 所以 我覺得挺好做得 真的不錯 他平衡到 因為我這些 很真jumpscare的 那些人 就覺得我看得到 因為他不是用這做手法 來做一個經驗的效果 我不怕被他jumpscare到我 這也是好 而且他那個心寒的位置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捉人腦碎 還有那隻鬼怪 最後 他的下場 其實是有點心寒 或者 另一件事 就是泳子 泳子那種 病嬌其實也是挺厲害的 你看他現在是慢慢哄男主角落答的 是推他下去的心坑 就是說你繼續在這裏 我就繼續可以 慢慢研究他 在一起啦 研究你 他開那個櫃門 他那個私人的 那個私人的 興趣的空間 correction 真的 跟廉萬殺人犯差不多 那裡真的會很恐怖 我覺得他那裡更恐怖的 有點怨靈 我覺得 他開那個櫃門 真的比隧道更恐怖的 好一點 這套 我也是好看的 喜歡看古靈精怪的東西 這套 都今季其中一個選擇 也都未完 看看後面 到時候 季尾可以再說 可能下季 你應該叫我南哥說 都算是 他今季看了 他心目中 黑馬之一 沒錯 就是這個AI 電子基因 開過了一陣 他用一個未來科技的背景 就說了很多有關 仿新人 或者AI的一些 有趣的設定 或者故事 看完整季之後 我覺得 很值得大家看 因為我為什麼說黑馬 就是他很多時候 其實中間是 半集為了一個單元 而每一個單元 我覺得有很多是 好像黑結他那種故事 是讓大家去思考 就是他可能是AI 或者是仿新人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 小故事 集合成一個背景 令大家有些思考 甚至他很多時候 是一個 open end的 一個故事的 結局 就讓大家去想 我提三個例子 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實世界 都很多AI 學東西 或者學一些技能 就是會代替了一些 人的 技術 或者其他東西 他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 瑞唐醫生 在維修一個 他大學認識的 同學 製造的AI機械人 他就說 做一個project 就是說 用一個業務用的AI 去學一些 傳統工業的修行 他就跟一個 打鐵師傅去學 但是打鐵師傅 就是說 為什麼你 找一個AI來學 現在 人們大量生產 比我更厲害 但是那個教授 說我要試一下 結果是怎樣 工匠就不以為言 就是說現在 弄出來的東西 都好 他就 有一個AI在旁邊 就看他打鐵 或者看他怎樣 經過了 很傳統的日本 匠人 看不慣 就是 開始教你AI 你要這樣打 你要這樣做 去到 一陣子之後 AI真是 學了他的手藝 然後就鑽了把刀出來 給師傅去檢測 老師傅的反應是呆了 當然 這些故事就說 是不是覺得很驚訝 取代了他 或者什麼 誰知道 老師傅第二天 他本身 AI是學了他的東西 就說 他發覺 早了一個小時起床 去河邊洗臉之後 他做了一個小時 不停在打鐵 他就說 很開心 他的樣子 跟教授說 很開心 很有熱情 就是說 AI 學到 我教的技術 但是做到 比我更加好的東西 就是說我自身還有 更加高的空間 可以去中步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正面的 想法 因為現在 現實世界很多人說 AI你學了東西 只有一個 人的技術 人就可以走開 是的 但是他這個故事 很正面 就是說 人是可以進步的 也激發起 將人的熱情 其中一個 很正面的故事 是這樣的 當然這一套 都有其他 很中性 或者負面的 一些故事 我講另一個 就是說 阿瑞堂醫生有一次 有一個病人 是一個小孩 他是一個 仿生人的小孩 但是 一個問題 就是他性格很暴躁 他暴躁到什麼呢 他很喜歡彈琴 他彈的東西都很厲害 但是他是暴躁到 那些人一問他 他就發怒他打人 就好像 他在學校 在那裡練琴 有一些同學 沒有樂意 也不是欺凌他 就是問他 你彈什麼歌 然後他突然就發火 就打那個同學 即是會打人的臘屁 這個就是 哈哈哈哈 那 他媽媽當然就帶他去見瑞堂醫生 那醫生就說 這種 這樣的 即是心理的一些 病或者是一些性格的東西 很容易而已 我作為一個醫生 我只按一個按鈕 沒有任何生命危險 可以改了他的性格 但是你是不是 真的想這樣做 那他問他媽媽當然他媽媽就很為難 因為他兒子真的很多年都是這樣的 而兒子就跟醫生說 我不想這樣做 而醫生的建議就是說 他跟小孩說 是啊 我都不想他這樣做 但是很遺憾 我覺得他會這樣做 那最後 那個媽媽真的改了他的性格 他也都變成一個乖乖的兒子 他彈得很好 他成績很好 也都跟同學道歉 變成一個好的小孩 但是瑞堂醫生最後 就是他第一次來見醫生的時候 他給了他彈琴的錄音給他聽 護士說 好好聽 是啊 但是他現在的琴音已經變了 哦 那就完了故事了 這件事就是 Open End 給大家去想 比較負面的一個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你就算去到未來 你都要應付一些 客戶服務的投訴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一個病人 就是專門在這些 customer service 做一個 Hotline 就答人一些投訴 但是去到他的世界 就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你有電子腦 你是AI 你當然要跟程式回答 你用真人來回答 哦 你不要用那些 電子客服 我真的找個客服出來 這麼靈智的 但是你作為一個仿生人 其實他應付的東西 跟真人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因為這樣被受壓力 他就去看醫生 瑞堂醫生就說 我可以給你一些藥去應付 但是其實 治標的方法都是辭職的 但是那個 業務者 就是那個人 就覺得 我都想真的再做下去 但是公司 就突然跟他說 你不需要再應付 這些客戶服務投訴 如果你覺得 難的 他就有一個新的團隊 專門應付 這些難搞的 一些客人 專門應付西客的 但是他就覺得 都要交代一下 都要看看新團隊 要交代他 要注意些什麼 所以經理 連兩個新人 和他就搭車 去這個 西客那裏 他就問他 究竟 你們這個 經理還說 他是專門的知識 專門的技術 去應付西客 那怎麼應付呢 客服殺手 對 他又不是客服殺手 那種就是 屌他 或者怎麼樣 原來 一群人 就玩 一個人扮白臉 一個人扮黑臉 哦哦哦 首先 就是 黑臉那個 就 應付了西客 就說 你的要求 就是 逐個逐個 西客當然 就漏了 另一個人 就一拳 一拳打到黑臉 打到他流血 然後就跪在西客面前 哭了口 就說 很對不起 很對不起 喂 你就算什麼客人 看到這樣的情景 你都 立即 不知道做什麼 他應付 那個病人 呆了 然後就 上車 那三個人 就是兩個新人 跟那個經理 在喝喝醉 然後那個病人 就問他 究竟 他們兩個是人 還是什麼 那個經理 就回答了一句 商業秘密 嘩 我看到那個 真的很多東西想 黑 黑的 他真的是人的話 那究竟 我們對於 一個這樣的應付 究竟去到什麼程度呢 但是如果他是AI 或者是仿生人 那究竟 那樣東西 是怎麼樣呢 我覺得是很有趣 因為我講這三個故事 只不過是其中幾個故事 他會 例如涉及一些宗教 究竟在未來世界 宗教是怎樣 或者是其他一些 我對於一個 人的教育 他無論在其他東西 人性 或者教育方面 都講很多東西 我覺得是 很好看的一套 所以我是 強烈推薦 大家去看 雖然 可能討論度 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講的 每一個故事 都是非常之有意思 嗯 是的 因為他聽到這故事 真的 他的宗教 有點像那時候 黑黑的東西 真的 讚美意味 有那種 在這個世界裏面 就有些古怪的東西 出現其實是可以這麼古怪的 但是他在那個 如果AI已經變成了 大家 很慣常的東西 那會怎樣呢 這樣就真的很有趣 好像剛才兩個在這裏 立刻開拖 打他 打完那個客人就立刻沒事 又不說得你錯那次才恐怖 我想回 是呀 所以就是 他主線 主線也有說的 但是我覺得 它是一些小的單元故事 反而是更加之吸引 嗯 OK 那這套 真是 聽到藍哥 大家有興趣 這套題材 都可以找回來 補一下 不過 最後一套 其實都有一些電子東西 機械東西 不過那個簡直是一部機械人 是呀 機人番 是呀 上次講過 Bandai 新一季的 原創機人番 這個 Sindiality Noir 都在Disney Plus上播 我想先投資一件事 我們友台也有說過 那些翻譯真的很不行 喔 那些翻譯 我就算一個不懂日文的人 我看著這句話 都好像有 少少不對勁 因為Netflix現在翻譯日文的那些就比較好 但D Plus 可能是不是這方面 又不會呀 他都會有日本訊息在上面 我不知道呀 但是 很多句呢 他翻譯那些東西 好像 我就算不是 就是我看了很多動畫 你有一些詞 你是 pick up 到的 是 我覺得他是翻譯得很怪 還有他翻譯的那些名字 就是 我一般般 就是他 裡面那些什麼靈柚 什麼延詞 其實是有點怪的 但是 撇取這件事 我覺得這套機人翻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第一 他的3D是很流暢 他的機器是很好看 甚至我覺得有幾場後面的戰鬥 是很好看的 嗯 即是他用了一個3D 他怪物或者 那些好像櫻花大戰那隻的機人的size 他也做到很多靈動的東西 或者很活躍 甚至他有一場 是一邊在唱歌 即是那個角色在唱歌 我叫人說了一段 好像官方有說上去 他的social network 好像也有 那段是有少許 macros 但是他本身是做得很好的 甚至你說主角 和Nora 即他那個機人 即AI機人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兩方面他都想進步 還有他怎樣去適應這個同伴 甚至他好兄弟 即是時珊和周多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做得很好 即是 阿周多覺得時珊有時候 經常喝酒不知道幹什麼 但其實他知道 他是當他是同伴 那時珊也都覺得 我終有一天是可以見證到他有夠實力 變成我可以托父生死的同伴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好提的 那或者你的服務 例如泳衣匯 或者那些東西就有了 但是我覺得最搞笑 這些機人一定有面具佬 是 機人佬一定有面具佬 當然是 這個面具佬 我覺得他出場是十分搞笑的 就是有一集 周多 就因為一些東西 去了一個 城市 他那些好像有cover的城市 就不需要 怕他毒瘀 那城市其實是慾望之城的 就是看女兒或什麼 他就在那裏 就看到面具佬 即是面具佬去滾 不是 其實面具佬很正直 他是被人困了 因為他說 面具佬有一個 終身的目的 我要找到心目中的天使 我覺得是找Lora 但是他被那些同伴 困了 你去那裏 那裏很多天使 然後就在那裏坐了 兩個坐在那裏 就在那裏對談 但是去到差不多 他們在等位 差不多召喚後 突然外面就要打 然後兩個人 因此這樣關掉 面具佬就 拿一架全白色的機器出來 清場又很帥 但是他幾次出場 都是 又帥 但是同時有些搞笑的 我覺得這個面具佬的角色 是挺有趣的 這套因為現在我看到 打位我又按過來看 我看到打位也打得挺好看 他那隻尺寸 現在變成像是太青 滾來滾去的那一隻 挺過癮的 而他女國 我覺得女國的畫 挺漂亮 現在 這次大家說 Bandai在出女的模型 可能去到修成期了 因為 今年那些 女的模型公仔 就真的出得 好了很多 甚至乎現在 這個女國 Nora那一隻 都多人買 就說 因為真的做得漂亮 我看到她的模型 都做得OK 今季有一隻 新版星野文萊 那一隻 也是OK 現在這裏又是 大家說好 但是 故事 他又 不OK 其實那故事 現在未完 剛才那位說 基人還是 女國都做得OK 但就想看 故事是怎樣的 我覺得 阿周多的成長 和Nora的成長都OK 現在他都開始 其實麵具佬的勢力 是有認真 想找Nora的 還有 其實阿周多身邊 是有間諜的 這些東西 他最合的主線 其實是好看的 我也想看下去 那我唯一覺得 有少許慘的 都是除了D Plus那樣東西之外 因為 這一個動畫是 為了某程度 是推廣這隻遊戲的 是 但是這隻遊戲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 去推廣到這隻遊戲 你這件事 你怎樣說都好 你這類型的基人動畫 你是要賣模型的 是 我現在看到市面上 他那部機的模型 他出HG 我有興趣買 但是我覺得不太紅 是的 好像 比當日 警戒戰機 好像更慘 因為警戒戰機 那堆機 其實那個機設 大家意入口很多 就是多人喜歡 所以作品可能是平淡了一些 未能做到話題 但有件事搞笑的 如果都是計模型人氣 計女角那盒模型 這盒的人氣真的高很多 因為警戒戰機那盒 女角模型 都真的挺慘 那盒真的是 清貨 那盒真的是清貨減價 我怕遲早被人當ET的 阿達利帶 這樣用 這樣去扔 我真的怕那個女角 那些模型 慘淡到 女角方面 有一件事 劇頭 因為 女主角 除了現在 剛剛推出了 我SHF 都訂了那一隻之外 他現在有黑肉版 哇 他變了新 迎合大家不同 喜好 所以我覺得他女方面 就不怕 或者其他女角 出這個模型 但是本身機 我看到 例如主角機 我可能買後繼營 因為他現在加了一些裝備 面具佬那部 全白機 我也有點興趣 或者 時薪那部 我也有興趣 但是現在市面上 的確 是見到 我難見到多 是的 可能又翻得不多 但是 有興趣 他們翻了那個盒 就馬上很快 被人買了 但是他們 不想翻太多 可能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 現在 不知道怎樣 好像境界戰機那邊 因為便宜了之後 多了人買 又多了人好評 說機器真的有型 但是作品就紅不了 那這邊其實 忙都忙都 機人做得OK的 但是 有些事情也有點失敗 認真東西 戰鬥東西 搞笑東西 和賣旅 我都 四平八穩 算是 機人回來說 他做的東西 已經做完了 是 看看你做不做 Style 或者是怎樣 這套 還有後面 大家有時看看 完櫃又如何 當然 都說 我們 動漫戰隊 除了 就這樣說翻組 有一個環節 若干聽眾 更喜歡 就是翻組法庭 上次都有一堆 可能二世界類的翻組 放在這裏 在法庭討論一下 有些甚麽 討論一下後面 會否發展會越來越 每方越下 還是有機會OK呢 這次有趣了 這次我們拆了另一節出來的 另一節就是翻組法庭的延伸 但這不是每方越下變成地雷 而是有些敗部復活 從法庭成功走出來的 下一節回來 就跟大家說幾套 算是敗部復活 或者走出翻組法庭 可以高舉手 有YEAH的作品 下一節回來 可以跟大家再慢慢說 這次到這裏 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的動漫戰隊 回來繼續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